接下来再来看看全省各地旅游景区的情况 每天晚上七点半 邹城康王胡花世界景区幻影灯光秀上演 多个特色灯光装置与喷泉水木表演 让游客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迅彩夺目 这个灯光秀太漂亮了 我很喜欢 就是音乐喷泉的话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绚丽多彩 非常震撼的 然后我们也都非常喜欢 欣赏绚烂花景的同时 景区还将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通过水木光影讲述孟子的人善理念和康王的由来 现代美学与文化底蕴相得益彰 在广饶孙子文化园汉服游园活动现场 40多名工作人员身着汉服 在舞台上听汉乐行汉礼 来领着大家穿越千年 传承汉服之美弘扬古风国运 活动的成功举办吸引了周边的大批游客 园区在入口处安排多名工作人员 指挥游客落实一米线 长锁马等各项疫情防控举措后 有序进入景区 在烙灵市珠吉镇千年早林 早树下整片的油菜花盛开阵望 金黄色染尽田野 绘成了金色的海洋 成了市民寻觅方宗的打卡地 听说咱祖吉尔有片很漂亮的油菜花盛 趁着周末时间跟朋友们一起往这来玩玩 来到这个油菜花盛全是感觉到空气上非常清新 环境十分油美 在来的路上大草山的烟木油 非常这个环境真是全是非常干净增加 五一小长假期间 正值各种大棚蔬果上市 何则市定陶区黄念珍的彩虹西瓜 五彩小西红柿也挂满枝头 琳琅满目 长势喜人 不少市民来这里体验乡村采湛的乐趣 利用假期放松心情 现在这个假期呢 本乡在孩子处理了 让他来这个周边来 感受一下这个采仔的乐趣 以前呢在孩子心目中 这个西瓜是在地上长的 第一次看到他 让他看到这个西瓜 这是吊着长的 他感到非常心气 让孩子也学到一些 可别让他学不到的东西